好 暗夜的火蛇真的非常惊人 昨天晚间在桃园县中立市也发生了这么一次严重的车祸 有一辆小轿车疑似因为天雨落滑 失控撞上护栏之后就这样子起火燃烧 虽然消防人员赶在五分钟之内就扑灭了火势 不过车上连同驾驶在内的三位乘客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消防车火速赶到现场 只见小轿车烧成一团火球 完全看不出车子的形状 消防员立刻拉出水线灌救 救护人员同时把担架推出 希望第一时间抢救受困车上的民众 但火势太大救护人员根本无法靠近 将近五分钟火势终于扑灭 但车上有三位民众来不及救出 它这个东风北路是新的料理 它有内侧车道外侧车道 警方研判是因为天宇陆华小轿车擦撞护栏后爆胎而引发意外 详细事故原因还要再更深入调查 中间新闻黄主华王一仲桃源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票毁